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反网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光液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次就是世界时事多合逼的时候 第一则新闻就来自世卫 老淡谭德塞 谭德塞是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说 现在Omicron变种特别危险 以及他警告那些未接种的人 你们处于相当相当的特别危险状态 日前谭德塞就说 虽然Delta变种是看上去经过Omicron变种 Omicron变种带来的亦属于较轻的症状 但依然是相当危险的 他说多一次是相对Delta变种 不代表它是没有任何危机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接种的人更加麻烦 世卫总共事谭德塞就说 全球各地染疫的住院数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接种的人士 发觉新增也很厉害 36万个确诊 所以他们的医院压力大得不得了 谭德塞也说 相对于Delta变种 Omicron变种 看上去暂时有的数据就是 导致重症比较少一些 记住是比较,因为它与Delta变种比较 但Omicron变种依然是危险的病毒 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接种的人来说 是危上加危 上个星期 比之前一个星期 确诊数增加了55% 大约新增全球 就是一个星期 1500万个国安 是每周的最大增幅 主要是因为Omicron的快速传播 他估计大多数国家 Omicron变种 已经取代了Delta变种 成为主要的新冠病毒 他更加担心 非洲有超过85%的人口 一剂疫苗都未接种 真是几惨 西方骗了他们 所以除非我们可以缩少疫苗接种的差距 否则我们无法终止大流行 他之前也说过 如果想今年年中终止新冠大流行 就需要全球两剂接种的人 起码要70% 非洲当然不够疫苗 谭德塞也说 目前大多数入院的人 都是没有接种的人 他就警告 如果未能够阻折传染 将来可能会出现 另一款比Omicron更加厉害 更加致命的新变种 所以希望各位 有疫苗接种 亦希望 这些国家承诺 捐疫苗就不要再守望了 这个你真是没有太过期望 有点难度 世卫官员之前也说过 传染性更加强的Omicron变种 引起的严重程度 这个重症似乎没有 Delta变种这么厉害 但是不应该将它归来 归为轻度 因为它只是与Delta变种比 不可以说是轻度 听到吗? 要看信 当然 我们看到欧洲新冠疫情依然是严峻的 法国 年日已经超过30万个个案 最新的就是361,000 哇 看到你都很害怕的 英国这几天保持在12万左右 不过离世的人数就比较多 有398人走了 好高 意大利也大事的 意大利也差不多 每天都保持在20万左右 意大利的致命率 就是欧洲第二高 排在英国之后 之前我们说的很强烈的丹麦 又好一点 都是相当远色的 看到有些事情 相当相当远色的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来自澳洲 澳洲又出现了 哎呀 盲腸刺子 又抢了 哈哈哈哈 好气馁 看你的声气 刺子之外 还有就是必利通 我们看到 由于恐慌性的购买 两大超市已经对刺子和一些 这些物资是限购的 顾客只可以 买一包大包的刺子 以及必利通只可以买两包 两盒子 应该这么说 快速测试制 直至可以弹爆 有得买已经几好了 我看我附近没有一个超市是可以买的 一个都没有 我附近有五个大型超市 一个都没有 一盒都没有 对不起 C字头 澳洲第二大超市就说 顾客只可以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没有必要是恐慌性消费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为什么恐慌呢 因为真是个案数比较高 你问问政府 好了 最近社区当中 这个案数的确是多 很多人要隔离 搞到整个食品供应链的劳动力 完完全全是瘫痪了 在圣诞之后 傅存水平已经下降 另外配送中心收到的 入货 货物也减少了 所以C字头的超市 可以处理的 库存并且发送到 门店的人又少 又不够货车司机 我们少了 差不多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司机 都挺厉害的 与此同时 其实随着顾客选择在家吃饭 减少出外就餐 和减少和其他社区人员的接触 所以 当然大家就想买多少少东西 但少少东西好了 不要买太多 否则就搞成这样 现在 C字头 即是澳洲第二大的超市 对于维多尼亚州 还有新南威尔士州 还有昆士兰州 北领地 的食品生产 还有物流 的基本工人 是相当不够的 相当不够的 现在当然 他们都需要快速測試合 不够了 有些东西就问你 为什么不是做工的地方提供 那没有那么好 有些地方会提供口罩 但是N95就不错 就是普通口罩提供给你 我们塔斯文尼亚机场也有 你走进去 可以拿 你坐飞机也会送 一个package给你 里面有些东西 是包含很多东西 当然是洗手液 那也挺好的 很细致 也比没有好 说真的也比没有好 另外 另一间超小就是A字头 无限求 但是 亦受到影响 这个当然 不用说 全世界都受到影响 不但澳洲 A字头的老板就说 随着国家从压制政策 就是所谓的清零政策 转成同新冠共存 同新冠共存之后 我们的确是遇到一些障碍 最明显就是 因为隔离 导致很多人手的短缺 为我们提供产品的很多 许多众业合作伙伴 都是不够员工 当然 我们也是遇到这种情况 但大家请放心 不是 这个也是真的 不是不够食物 不是不够货 是不够人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是不够人 就等于英国 英国是不是不够油 不是 不是 是不够人去混油 由于 食品生产和供应商物流方面的 劳动力短缺问题 急剧上升 现在 新鲜滚意大 其实是我刚刚查到的 因为我有Facebook 有人通知我 原来 现在 连留学生的打工时数限制都放松了 嗯 变相来说 留学生等于是可以出去 做一个合法的 全职工时 以前是不可以的 全职就是8个小时 是的 因为真的不够人 真的没办法 但是 你付8个小时 他们也不一定能做到那么多事情上货 始终上货 放松也好 以前 20个小时 每周 应该是这样说 两周不超过40个小时 没有记错的话 如果有的话 请指正 现在 都开放了 为什么呢 没有人做工 没有人窄过 没有人窄菜 现在 我看到 我前老板 连泽车来指 也很难请人 其实泽车来指 也算是 工作的工钱 也算OK的 但是 都请不过 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堆那句话 这些 没办法 因为人数不足 澳洲政府是失了预算的 他以为 12月15号之后 那些人会狠狠回来 不是 原来不是 哈哈 原来是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所以现在 从农场到工厂 从宅果的人士到肉类加工厂 从卡车司机到仓务员 大家都是缺缺缺缺缺 没人 没人工作 所以 有 难怪有些人会恐慌性的 你看到 因为有种心理就是 你货架上越少 是不是应该 明天不知能不能买 那些人 就越来越上买 越来越上买 那就恶性常玩 越买越多 就越来越缺货 货架上 最后就搞成这样 我手上有的数据 这个新南威尔士州 挺厉害的 就是九万 记住一个就是九万二千二百 六十四个个案 二十二个人走了 维多利亚州就三万七千一百六十九人 二十五个人走了 嗯 当然有些东西都是要受到限制的 就好像 罵得吠吠吠吠吠的澳网 因为早高域事件 澳网为了防疫 只可以 限制 在场观众的人数 所以 比赛最多只可以出售 座位一半的球飞 而且 隔着隔着坐 而且观众必须要戴口罩 我们坤士兰州 就是一万四千九百一十六个港湾 六个人走了 从来 是鬆了 是什么鬆了呢 因为 从星期六凌晨一点起 不再需要检查边境的通行证 因为 现在我们已经是 疫疗接种率 两剂接近百分之九十 到那时应该是百分之九十 所以就鬆了 但是 一鬆的话 我就怕怕 另外 澳洲政府 当然都要干负下民众 澳洲总理 Scott Morrison 摩总 昨天宣布 从一月二十四号起 向六百六十万符合资格的人 免费发货 快速测试 另外 隔离豁免的范围 你记住 豁免 在前 抗改 为什么 为什么要将 更加多的行业和工种加入豁免名单呢 因为没有人做工 那句话没有人做工 所以如果这些行业的密切接触者 你的 快速测试是呈阴性 你就可以 返回你的工作崗位 但是测试剂 不是百分之一百 都有一定的风险 在里面 可以豁免的行业 包括什么 包括 运输业 这些当然是麻烦 还有 船 船运 还有物流 入油站 医疗 还有社会福利机构 互理 还有 残疾人支援机构 紧急服务机构 执法机关 还有 就是 情教机构 能源机构 水 资源机构 还有 废物管理机构 食品 饮品 还有其他 关键的产品供应链的机构 不包括的 也很好笑 餐饮也不包括 通讯不包括 大数据不包括 广播和媒体不包括 体育 体育也正常 不包括 还有教育 还有托儿服务不包括 这660万人 就有机会 拿到 快速测试制 另外 根据联邦政府之前的规定 持这个 优惠卡 就是 conception卡 我以前也有的 做学生应该基本上也有的 可以 在3个月以内免费 领取最多10个 快速测试制 每个月最多领5次 希望能帮到一些人 帮到一些人 另外 现在 摩中就说 现在我们所有决定 都是为了 最大限度地降低重症 住院还有自命率 他也说 为了缓解 严重的劳动短缺 内阁已经同意了 取消留学生 每两个星期 40小时的打工限制 我都说的 你是没办法的 你没人做工 真的没有 怎样有人做工 现在有些学校 更加是 出大钱 就像这个ANU 就是澳洲最好的两家学校之一 澳洲国立大学 又是包机 包机也比没有学生好 老实说 你计算一下 也是划算 也是划算 因为你始终有学生回来 当然你在家学习也收学费 但是你周边 你的宿舍 饭堂 那些都要 我以前有个亲戚在这间大学 包了一卡卡 生意相当地好 你想想一下 一放学 把一堆人来 虽然这些东西 挺不一样的 老实说 因为 你知道西人对于这些要求也不算很高 他做那些 随便吃饱就可以了 就是寿司串 寿司卷 那些西人 很赚钱的 那些很赚钱的 又快又方便 而且 你又不需要找一些很高级的 技巧很厉害的厨师 其实正常人包多两东西都差不多会做的 自己家里也能做到的 你做多了就可以慢慢做的 希望澳洲人士不要再盲腸自治 否则这样 也挺无奈的 这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来自英国的 英国当然 他现在 想做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跟 什么难赞神仙钱 神仙 是神仙难赞什么钱 什么人钱 印度 没错 英国的 贸易大臣 他顶了卓卫斯 卓卫斯现在就做官交大臣 贸易大臣 卓雅敏 当然这些都是翻译音 卓雅敏 就说不用担心 我们 跟英国的 自由贸易谈判 所有问题都可以谈 别人先跟你谈 印度的 保护主义很厉害 我们之前说过 他不是那么容易开放给你 他 2022年 开始谈 他都说 起码要到2024年才可以签署 他知道起码要两年 英国和印度 是你希望 印度不一定 就是2024年两个国家 大选前可以签署并且完成自由贸易协议 这个协议就是支持脱欧后的英国 在选民当中 挽留一些声语 你知约翰逊一副都是 但是 遭到印度国内的激烈反对 我都说的 印度 他们不肯 小姐 他们过招 人家比你更好 做生意 神仙都赚不到钱 你以为以前殖民地 你是宗主国 说怎样怎样 真是的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 卓瓦敏 他就说 我们现在启动和印度的自由贸易谈判 所有问题我们都谈得 包括 这个移民问题 其实他们打算换一 有些东西可以换的 就是 以后印度在英国的毕业生 容易得到永居 哎哟 之后 别人都说 为什么他们都留得低 而且可能容易贵地 因为他们如果是有一个大学毕业学位 都比利班摩禄 是英国当地读书的 学生是什么的 有些优势的 不是说笑 所以 他们就寻求和印度这14亿人口的国家 签署贸易协议 卓瓦敏 他就说 我的团队 要从内阁当中 获得广泛的授权 包括 对印度要求简化学生 和技术工人的签证 要一系列的谈判 其实英国 就算他肯放印度 他国内也不一定肯放 市场给你 他亦表示 英国希望在2023年初 赶在 大选 之前可以 敲定这个协议 卓瓦敏 亦见了 英国的商务部长 就叫做 高华尔 正式启动 和印度的 接合 就可以了 今个月 亦会举行第一轮汇谈 看看你举行多少轮 两年可以不可以 我不太相信 你以为好像澳洲 澳洲和你 同云同种 又是自己的亲生子 容易签署 澳洲也签署了 你怎样这么容易 英国主要要求 包括什么 就是 要印度降低 对英国威士忌 汽车 你记住是汽车 但印度对汽车工业保护得很厉害 还有 风力涡轮 基建的关税 而印度就要求 在签证和移民配额 以及 印度香米等等的农产品 进入英国市场 英国是要作出让步的 但是 为英国的高技能的印度工人 和学生创造更多的移民机会 这就 令到 你不要说印度国内反对 英国国内也反对 你这样有大批移民 我们脱欧托吗 是吗 是吗 他保守党也是反对的 保守党内的一些 比较幼的 極幼的议员 强烈反对 他就说 如果找他们来 我们不如跟欧盟结合吧 还好 近一点 他是对的 他是对的 是呀 我觉得他是对的 是吗 你现在 就是为了 你当时就说怕那些东欧人 欠饭碗 你不要忘记 印度的人口更厉害 当然 都很难做 但他始终人口大 是吗 哈哈哈 哎呀 所以你这样行不行 另外 卓雅敏在接受媒体访问 什么我们都可以公开谈 谈而已 不代表可以得到好结果 不过他就说 我们最后也要向内阁提交一份报告 也要得到英国企业的同意 不然 你以为你拿了国内的市场 他肯定是否肯定 可能他跟印度反弹一样 不可以 他们的东西这么便宜 我们怎么生存 不出奇 不出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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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约翰逊政府已经 达成了一个新的 脱钞后首个的 自由贸易 就是 跟澳洲 当然澳洲容易谈很多 你跟印度谈 我觉得他们 不会那么容易放手 不会那么容易放手 那句神仙难赞印度钱 不是我吹水的 真的 是很多人的共识 这个 是很多人的共识 印度国内 亦是不同意的 因为 我们也说过 有些东西是跟英国重叠的 虽然英国的东西可能贵一些 始终保护得多少 我们想想 这些汽车零件的关税 降低了 会不会有些 比较有钱的人 就买一些英国货 会 印度有钱的人 真是很难有钱 所以我觉得 不是那么两年谈得到 还是2023年 最好谈到 想想好了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